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二课 就是Lesson 12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荒岛生活 这棵树又是我们三册一个重点的文章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 那首先请打开树第58页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打开树58页 生词短语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动作快些 58页 好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Desert Island Desert Island Unrealistic Unrealistic 当然这个词读快了之后 又会轻轻啄化一下 就后面那个Tick 会轻轻啄化这个Dick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Unrealistic Unrealistic 好 再往后走 Paradise Paradise Wre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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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ve 注意最后口型停留在上牙处下唇 把V这个动作 再来遍 Starve Element Element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Corel Corel Virgin Islands Virgin Islands Miami Miami Dingy Dingy Carabine Carabine 这是加勒比海或加勒比海的 但是注意这个词呢 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有的时候呢 也有人把重音读在Ri 这个音节上 也行 我们再来遍 Caribine Caribine 也就是Carabine和Caribine 两个声音 咱们都会听到 咱们这的意思一样 都是加勒比海 咱往后走 Spear gun Spear gun Lobster Lobster Tanker Tanker Genuinely Genuinely Robinson Crusoe Robinson Crusoe 好极了 这是这颗书的声词和短语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挑几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做一个讲解 咱们信中呢 以后用的时候 信中有说了就 第一个 先看一看这个 荒岛这个词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遍 Desert Island Desert Island 这个词特别好记 就是沙漠荒原 Desert 再加岛屿 这个Island这个词就好了 这个有几个相关的词汇呢 我们可以同时来看一看 荒岛有的时候 咱们也能叫无人岛 无人岛不是没有人 是没有人住在这 没有人长期居住 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大声来读一下 An Inhabited Island An Inhabited Island 这是无人岛 我们知道这个动词 Inhabit 可以表示居住在某个地方 一问表示不 后面呢 是个过去分词后缀加异地 就是没有被人居住的这么个岛屿 没有人住的 叫An Inhabited Island 就行了 类似的本文中 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岛屿 就是珊瑚岛 咱们放在一块也同时记住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rroll Island Carroll Island 这个叫珊瑚岛 还有一种呢 咱们叫火山岛 也是咱们常见的一种岛屿 这火山呢 大家可能知道 叫Volcano 或者读成Volcano 或者读成Volcano 但火山的发音呢 中间都是把A 我们大声读一下火山的这个字 Volcanic Volcanic 就是把原来的字母O去掉 加IC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火山岛这个段语 Volcanic Island Volcanic Island 好 这是咱们的各种各样的岛屿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一个跟它类似的 我们经常一块说 有个词叫群岛 像印度尼夏群岛 夏威夷群岛 这个词也是常见词之一了 咱们阅读中常见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Archipelago Archipelago 这个词尽管长 但是特别好拼写 为什么呢 你会发音了就会拼写了 你看R-A-R K-H-I C-H-V-K 是规则发音 然后Pelago Pelago 咱们只要会读就会拼写 一定根据发音 记住拼写 我们再来 Archipelago Archipelago 好 记住 这是群岛 那么常见的有 比如说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这是哪个岛 咱们猜也能猜到 印度尼西亚群岛 印尼本身就是个岛国 众多岛屿组成的 Indonesia叫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n是印度尼西亚的 或者印度尼西亚人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Indon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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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pelago 就印度尼西亚群岛 除了群岛之外 还有一个用的特别多的 叫半岛 对吧 我们说朝鲜半岛 就在中国旁边 这个半岛呢 也是咱们常见的词了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Peninsula Peninsula 你看也是 只要会发音 就会Peninsula 跟汉语拼音类似 再来一遍 Peninsula 这是半岛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你想想特别著名的 The Korean Peninsula Korea是韩国 Korean就是朝鲜的 韩国的 放在一块 The Korean Peninsula 就是朝鲜半岛 这几个常见的岛屿 都是阅读中和生活中 特别常用的高频词 咱们放在一块记 小了就高了 好 荒岛这个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后边 这个容易错的词 叫天堂或者是伊甸园 天堂或者是伊甸园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Paradise Paradise 天堂或者伊甸园 当然这其实是 完全不同的两个含义 但都可以用同一个词 它表示天堂这个含义的时候 当然类似于heaven 跟heaven是同一词 这个咱们大家都认识 叫天堂 在上帝住的地方 我们行善事之后 有可能未来进天堂里面 跟上帝做朋友 做邻居 但是第二个意思 它也可以表示伊甸园 就是上帝当时 让Adam和Eve 就亚当和夏娃 居住的那个地方 叫伊甸园 咱们看伊甸园 如果直白地说 应该怎么说 这个说法叫的 Garden of Eden 特别好记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圣伯纳德修道院 叫做The Monastery of St. Bernard 我们当时讲过地点的名字 可以用off引出 这个花园的名字 这个修道院的名字 是不是都可以用off引出 这花园的名字叫Eden 叫伊甸园 Paradise也可以专门指这个地方 就是伊甸园 我们大声再慢慢读一下 The Garden of Eden The Garden of Eden 但你注意 这个Garden Eden 两个D D 老师讲过 这个D和Tin会怎么样 鼻腔爆破 这个D读快乐变成 D D 舌头不动了 鼻子里用个力气出气 D D 所以我们再很快读一遍 你体会连续两个鼻腔爆破 这个练 咱们的英语发音能力 我们大声里面 The Garden of Eden The Garden of Eden 注意 舌尖不能动 Garden Eden 是鼻子里 D 用个力气 再来 The Garden of Eden 这是伊甸园 我们Paradise也可以表示伊甸园 就亚当夏娃 他们所生活的地方 你看有这么一部小说 叫约翰米尔顿 米尔顿的写的诗乐园 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Paradise Lost 伊甸园就是丢失了 被赶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被上帝赶上来了 It takes a story of Adam and Eve and why and how God punished them 就讲述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还有上帝为什么 以及他如何把他们两个给赶出来了 上帝说 跟夏娃说 你不能偷吃树上那颗禁果 一定不能偷吃 你平时住着 也没有物业费 也不用偷租金 只要不吃苹果 让你永远住下去 结果这女人容易受诱惑 魔鬼撒旦变成了蛇 跟夏娃说 吃了吧 没事 别听她的 听她的干嘛 吃不吃是啥子 结果夏娃康唱咬了一口 上帝觉得身上一疼 你看苹果吃的 把他们俩赶出来了 这个故事就在施乐园这部史诗中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看这里面用的就是Paradise 在这儿是指的亚当夏娃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生活中 指天堂 指伊甸园 离我们生活都远一些 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 它的一个派生意 就是人间乐土 世外桃源 咱们心目中理想的地方 这个时候用Paradise 我们看这么一个精彩的句子 Hawaii It's a paradise for surfers 夏威夷对于那些冲浪者来说 简直是一个天堂 心目中理想的地方 记住这个搭配叫做 Be a paradise for somebody 对某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这个夏威夷也是不回答这个拼写 但是发音注意 好多老美都是外行 读着Hawaii Hawaii 它不这么读 读着Hawaii 当地人会教过你 读着Hawaii 停一下 然后翻那个i 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夏威夷的发音 正确发音是这样的 慢慢来呗 Hawaii Hawaii 停一下 在里面 Hawaii Hawaii is a paradise for surfers Surfer是冲浪者 对他们来说夏威夷是一个天堂 这个是个夏威夷群岛 冲浪运动盛行 同样的 我们说美国的加州 加州的阳光是特别有名气的 我说California is a paradise for sun lovers 那么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喜欢阳光的人来说 那是一个天堂 一个乐土 对吧 California is a paradise for sun 在这不是太阳 而是阳光的意思 In the sun 不是在太阳里面 而是在阳光之中 Sun lovers 对喜欢阳光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乐土 一个桃园 这个可以用 这个搭配用的更多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个结构 做它的替换 我们也能表示 世外桃园 人间乐土 而且搭配也是跟for 就是什么呢 叫Be a Mecca for 这也是精彩的五星级表达 我们知道这个Mecca 是表示伊斯兰教的圣城 叫做麦加 听课的同学 可能有信回教 伊斯兰教的回民 那么我们心目中的圣地 叫麦加 这个麦加 如果指圣城 那M必须大写来 如果要是做比喻译的话 大写小写都可以 注意老师说过 没有字母啊 你都讲的话不要够说的 所以不要读成Mekker 你读Mekker 老外听不懂了 我们再读一下 Mekka Mekka Be a Mecca for 就是对什么来说 是个理想的去处 是一块圣地 是一个乐土 跟上面的搭配 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同样可以说 Hawaii is a Mecca for sun lovers for surfers 或者California is a Mecca for sun lovers 这个都可以替换 这是我们根据Paradise这个词 相关的一些重要含义和搭配 怎么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英语能力 不知不觉 又涨了一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可怜的 悲惨的 让人同情的 哎呦 由天堂又掉进地狱了起来 这可怜的 悲惨的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Wretched Wretched 可怜的 悲惨的 一般形容人 或者人的境遇 可怜的 悲惨的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生活中用法特别多 你看我们先看个简单的例子 过着悲惨的生活 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大家可能记得 在第九课飞猫里面 这么讲过 他们过着自己神秘兮兮的生活 我们可以用动词 Live 或者Lied 比方说Lied Lied A Wretched Life 过着悲惨的生活 吃了上顿 没下顿 什么没钱 没有幸福感 悲惨的生活 这个替换特别多 比如说可以用Poor 比如说可以用Petiful 还有一个词叫Pathetic 都能表示 哎呀 惨 让人同情的 让人怜悯的 可怜的 第一个Poor 大家可能最熟悉 后面两个 我们一块记住就好了 大声嘴面 Poor Poor Petiful Petiful Pathetic Pathetic 当然这个词读坏了之后 这个字母Tit 仍然会轻轻捉化真的 这个声音 我们再来 Pathetic Pathetic 可怜的 悲惨的 上面的例子呢 是可以替换的 这几个指可怜的 悲惨的用很多 那么我们再看看 它的同根的名词 Rretched 其实来自于一个名词 叫可怜的家伙 可怜的人 就是Poor Man 可怜的家伙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Rretched Rretched 这个人 这个词本身就能表示 一个可怜的人 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poor wretch bags in the street 我说这个可怜的家伙 在大街上 要了饭了 俗语说 爆了灯了 为什么呢 原来大有钱 后来投资失败之后 严接乞讨 本来这个词 就是可怜的 用Poor一限定 就更惨了 可怜 行就好 没有饭吃了 在大街上 要了饭了 可以这么说 可怜的 在我们家一地 Rretched 就好了 顺便还有一个相关的行进 同时也是进一词 就是严重伤残的人 你看拼血和含义类似 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 Rack Rack 这个词它强调身体 或者精神上 严重伤残的人 比如缺胳膊短腿 没脑袋 或者是 什么得精神病了 脑子有水 脑残这种 都可以用它 严重伤残的人 或者精神 或者肉体 都有可能 咱们看一个 听看电影第四册 老版本第四册里面 出去散步 这个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就poor man mentally a wreck 怎么翻译 poor man 就是可怜的家伙 mentally 咱们在第四课就讲过 mental 就是大脑方面的 mentally a wreck 在大脑方面 是个残疾 怎么翻译 大家想到了 就是脑残 咱们以后看 有别的朋友 同学 哥们姐们 办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 咱们就可以这么说了 poor man 或poor woman mentally a wreck 可怜的家伙 整个里脑残 整个里脑残 叫mentally a wreck 这个表示严重伤残的人 这个顺便可以一块记住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可怜的 悲惨的相关词汇 咱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个 挨饿 这一个动词 注意 这个字母t 在s后面中毒的话 必须灼化成的 这个声音 ar 有个字母r 有勾手头 最后这个字母v出现 有上牙 触下唇的动作 连贯起来 这个动作 达上来一遍 starve 再来一遍 starve 这个叫挨饿 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看看 它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人 在沙漠里边 饿死了 没有饭吃 饿死了 he starved to death in the desert 饿死了 叫饿到死 我们家借词to 再加death就好了 starve to death 就饿死了 这个词在口语中 用的也特别多 尤其是我们放学之后 一回家跟妈妈说 哎呀妈妈 我饿死了 又吃饭了 饿死了 怎么说呢 I'm starving 相当于 I'm very very angry 前胸贴后背了 特别饿 我们跟老师大声对面 I'm starving I'm starving 这个stirving 并不是我正在饿 而是我饿死了 特别饿 very very hungry 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挨饿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知道挨饿 动词除了stirve之外 可能还有一个动词 叫hanger 我们知道饥饿的 叫hangry 动词呢 动词叫hanger 这个hanger表示挨饿 确实有这个含义 但是hanger这个词 经常做派生意 他做派生意 咱们一般翻译成 对什么东西 如鸡似渴 他不是想吃东西 而是渴求得到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借词加什么呢 加借词for hanger for something 渴望得到某个东西 所以这个文言的书面语 经常做派生意 大家可能看过一部 很老很老的 这个美国电影 叫人鬼情未了 经典大片 英文名称叫ghost 就是鬼了 里面这个主题曲 可能比电影更有名气 叫enchain melody 奔放的旋律 大家可能都听过 其中就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这个里面是怎么唱的 回顾下这个名曲的片段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它叫I hunger for your touch 我渴望得到你的爱福 不是我想把你吃了 这个不是想吃东西 渴求得到你的爱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伙子 因为为了保护他的女朋友 被一个坏蛋扑 一刀给捅死了 但是这灵魂还在 两个人通过灵媒可以交流 但我不能抱着那个灵媒 可以跟他讲话 但无法亲热了 所以我渴求得到你的爱福 谈这个失去了男朋友之后 这种渴求的心情 这个表达的很穿深 这个对 但是如鸡似渴 中文中这个鸡 我们看到了 因为hanger 饥饿 渴呢 跟这饥饿一样 我们后面也可以叫for 表示对什么东西 渴求如鸡似渴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东西 thirst thirst 这个后面也加这词for thirst for something 也是非常渴求得到某个东西 我们看例子 这些学生们渴求知识 你看我可以说 the students thirst for knowledge 这些学生们渴求知识 不是想喝水了 而是想得到这个知识 我们同学 学心肝念三册的同学 也相信大家都渴望得到知识 我们学三册同学 估计比其他学考试的同学 这个更可敬 因为他们是迫于外在压力 我们学心概念 可能更是内心的动力 所以我们呢 屏幕前的同学 渴求知识 这个学生呢 老师说过 读慢了叫student 读快了之后叫student student 还是一个鼻腔包拨 the student thirst for knowledge 学生们渴望得到知识 不错 这个可以用 同样急于反战的再记一记 hanger和thirst 这两词不但可以当作动词 叫做对什么动词 如鸡似渴 也可以当作名词来用 就是饥饿和渴这种感觉 那么在这呢 又出现一些重要的搭配 可以做派生意的 第一个叫 节饱 吃饱肚子 第二个叫节渴 满足我对水的欲望 你看在这儿 有一组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第一个 吃饱肚子 叫satisfy one's anger satisfy 叫食满足的意思 咱们都知道 满足了某人饥饿的感觉 对食物的渴求 叫吃饱肚子 第二个 解渴呢 依然可以用satisfy one's thirst 但还有一个动词叫quench quench one's thirst 也是地道表达 这个quench本来表示用水 把大火 把它浇灭了 那派生意呢 喝口水来解渴 这个也很形象 嗓子也快冒烟了 一杯凉水下来 天降甘霖了 马上这个就不渴了 用这搭配也不错 而且它经常可以做派生意 咱们口语和写作中 就该尝试使用 咱们看一下例子 咱们可能立刻能认出来 这个人还是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 马丁·鲁德金 这是他著名的 I have a dream 这个演说的一个片段 这个演说词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你看他怎么说 Let us not seek to satisfy our thirst for freedom By drinking from the cup of bitterness and hatred 这做了一个比喻了 让我们不要 seek to do 是试图做模式 大家还记得咱们前面讲过 seek to do 类似于try to do 让我们不要试图 去满足我们的渴望 对什么的渴望呢 for freedom 对自由的渴望 你看这个渴望显示是比喻了 通过什么方式的by 加东名词是一个方式状元 通过饮下这一杯痛苦和仇恨的酒 就是通过暴力 把白人都杀死 黑人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情 我们不应该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 来满足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才对 你看这个话音刚落 掌声响起 说明台下的黑人对路德进这句话说的 是非常赞同的 这个bitterness 本来可以表示苦味的 派生意就是痛苦 名词 hatred大家都知道 就是仇恨的意思 饮下这一杯痛苦和仇恨 翻译成中文可以全意的翻译成 饮下这杯痛苦和仇恨的酒 来结我们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绝不应该这么去做 这个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看看是不是这么来说的 好了好了 掌声可以了 这个我们看到这是 解渴满足其恶 我们还有一个美剧的片段里面 也出现这个 就是大家可能看过一个 叫绝望的嘱咐 这么一个老的美剧 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 这也出现了这个 quench one thirst 它没有用satisfy 用quench也是正确的 咱们的片段先听一听 看看它就是怎么说的 就像听听的那些一样 这是一个话外音了 就是这个解说员在屏幕外说的话 Susan那个时候呢 老公呢 跟老公刚刚离婚 她一个人生活 正是这个守寡的时候 从心中很难受的时候 半夜有一天呢 半夜醒了 Susan awoke that night along and parched 有一天呢 她awoke就是动词awake awake就是wake 她比wake更正式一些 就是醒了 那天晚上醒了 alone一个人嘛 因为旁边呢 老公当时都不在 刚离婚正在守寡 在守空房了 并且and parched 并且觉得特别渴 这个parched就类似于我们说的thirsty 叫渴的 但是这个parched呢 比这个渴要更渴一些 这个词本意表示烤干了的 像鱼片一样 没有水分 烤干了的 派生意叫very thirsty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parched parched 哎呀 半夜起来特别渴 一个人起来特别渴 这个渴呢 有双关的味道 它不但表示口渴 身体上恐怕也觉得很饥渴 就长期守寡 这个确实味道可能是 这个这个 这并不太好受 but as she gazed out of the window she saw the tar drink of water she needed to quench her thirst 但是当她出神的 向窗外去看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的第六课 杂出窗抢劫里面 讲过动词gaze 还记得吗 叫欣赏 出神的在看 看得出神的 觉得非常好看 本文中出现这个词了 她出神的向窗外看去的时候 她看到了那杯高高的水 她需要来解渴的这杯高高的水 she needed to quench her thirst 那前面可以看作 省掉了关系代词 我也出了that 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是双关了 她看到什么呢 看到邻居那个帅哥 刚搬到这的一个 plumber 一个水暖宫了 正在半夜 那也是睡不着觉 在遛狗呢 整口一个高大的大帅哥 这个独守空房的女人 刚离婚 在外边看到 刚好可以解我的渴 所以这一语双关 这个我们把这片段 再看一遍 看能不能第二遍 完全看懂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说的很有趣 这确实是饥饿和可相关的搭配 我们会同时记住 我们也会说 类似的表达 我想办 kan 했습니다 所有人